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亚太联播节目 我是姚一鸣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四结束对印尼的访问 转往马来西亚 在印尼访问期间 习近平再次发出呼吁 希望与邻国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具有争议的南中国海主权争端 不过国际媒体报道说 中国在南海问题上一对一谈判的立场没有改变 习近平一字未提其他相关邻国 希望通过多边对话解决南海争议的主张 习近平也是第一位在印尼国会发表演说的外国国家元首 这足以表明雅加达对中国主席为期两天的到访的重视 美国苹果公司最近在事先没有通知或是做出解释的情况下 从其面向中国市场的应用程式发布平台应用商店中 移出了一款名为OpenDoor的手机翻墙软件 这款浏览器的城市有很多中国用户 在其大约80万次的下载中 有三分之一左右来自中国大陆 在OpenDoor软件从苹果面向中国市场的 应用程式发布平台应用商店APP Store中被移除之前 每天都有大约2000个中国用户下载这款城市 然而到了今年7月11号 其下载量却突然下降为零 直到8月28号 苹果公司正式通知OpenDoor软件的开发人员说 该城市含有在中国不合法的内容 云南边境地区近期有30多名外来的维族人被警方拘捕 其中与老挝摩丁口岸接壤的 孟纳县摩罕边境一周前 就已经有8名维族人被捕 据本台记者了解 云南边防部队近期在与东南亚邻国接壤的 南部边境地区加强堵截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族人 本台维语部引述在孟纳县的听众称 9月24号他目睹了警方抓走8名维族人 而在此之前在同一个地区先后有22名维族人被抓 截至目前约有100名维族人在云南省境内被抓 其中有妇女和儿童 中国城管打人事件频发 深圳市从10月起颁发法令 严禁城管粗暴执法 为者将追究主管责任 深圳市实施的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条例明确规定 辱骂威胁殴打当事人或违法损毁当事人物品的 将对直接负责的主管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依法追究行政责任 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 综合执法部门对轻微违法行为经劝阻后 当事人立即予以改正的 可以依法不予行政处罚 同时条例还明确规定 城管协管员没有行政处罚权 台湾的文化部星期四首度举办亚太公民论坛 亚太各地公民行动者齐聚一堂 分享公民社会运动 陈述理念与实践 以期唤起草根力量 中国南京天下工创办人于方强也与其他团体交流经验 台湾的文化部长龙应台在论坛上 介绍了台湾从1987年解除戒严后 社会公民运动的发展 希望从根部做起重视台湾的社会能量 在中国大陆从事反歧视和食品安全倡导工作的南京天下工创办人于方强介绍了在大陆进行维权运动的困难 包括往往要找官员背书才能得到资源以及民众相互信任感不多等等 北京日前又出现雾霾天气 重度污染程度令在当地参加中国网球公开赛比赛的国际选手大吐苦水纷纷抱怨 曾在2016年获得温网南双亚军的瑞典网球名将林德斯泰德在其个人官网上用瑞典语和英语猛批北京的天气 抱怨说北京的天气让人不能呼吸 到北京比赛成熟拿生命开玩笑 他说如果晚上用纸巾擦鼻子 纸会变成黑色 在这里根本不能呼吸 而本周一在北京参赛的俄罗斯和德国的两名女球员 应在赛场上出现头晕症状 不得不申请医疗暂停 以上就是今天的亚太联播节目 我是杨一鸣 谢谢您的收看 再见